另外 椅子U的運動規則 與時間的關係是這個 你看這個也是一個拋物線 等加速運動的話 X跟T的時間關係都是一個拋物線的關係 你把它畫成T的話是橫走 重走是X的話 等加速運動的關係都是一個拋物線的關係 所以拋物線當然是非常重要 因為等加速運動的話 在物理上是很重要的 好 那他說X以公主也大概第一秒會這樣 第一 最初此物理遠點坐標多遠 那就是最初就是時間等於0的時候 就是3 好 第二個 這個 T等於0的順時速度為多少 那就把微分 微分的話就是順時速度 好 VT 二就掉下來 4T嘛 減4嘛 那就等於這個 T等於0的時候的順時速度 這個是 時間等於0的40順時速度 就等於故事 對吧 好 那我們來描述一下 這個指點它是怎麼運動 就是說首先 這原點的話 它一開始從什麼呢 從位置等於3個地方開始跑 然後一開始的速度 是往這裡 往它V0的話是等於故事 對吧 好 等於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順便把加速度 也把它算出來 加速度的話 再微分嘛 就等於4 所以我們發現 這加速度的話 是往這邊 所以它會不會跑越慢 因為它速度的方向跟加速方向相反 它會不會跑越慢 因為它到時候停止了以後再往前 沒問題吧 結果它會不會跑越慢 為什麼 因為它加速度的方向跟速度方向相反 真相減速 對啊 對 可以說 應該這樣講啦 如果你定這個方向是負的這個方向 應該什麼 應該是 應該是互相減速啦 互相減速 速度慢慢減少 速度往這邊方減少 最後停止以後再往這邊跑 不是 我的想法是說 那個 粒啊 粒不是 粒的相量跟加速度相量不是一樣嗎 對啊 所以這樣就 平行啦 以那個 負度它是負向 就負向減速啦 就是一開始的速度是負的嘛 對 負向減速啦 對對對 它加速度跟速度方向相反的話 它就會減速 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三個 何時離原點最近 那離原點最近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首先 我們要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通過那個原點 沒問題 如果它沒有通過原點 它有可能 通過原點以後再回來 如果它有通過原點再回來的話 那麼 它通過原點的時候的 那個時間 就是離原點最近 因為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跟原點距離是等於0 它有可能呢 跑跑 跑到中間的時候就回來 它沒有通過原點 也有可能它沒有通過原點 那如果它沒有通過原點的時候的話 那什麼時候會離原點最近 就跑跑跑 靜止了以後 再回去的時候 那個時刻 是離原點最近 就是速度等於0的時候 離原點最近 對吧 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時候我們現在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就是說 它有沒有通過原點 那它有沒有通過原點 譬如說 X等於0它有沒有解 那就是看判別式 判別式的話 如果小0的話呢 就X等於0沒有解 代表它不會通過原點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判別式 判別式我們用小德塔 因為這個是4嘛 紅素嘛 所以你取那個 鬥分之b 平方的話呢 減ac就可以了 所以是負荷的平方嘛 減價多少呢 6 ac ac的話多少 6 減6嘛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等多少 負荷 就等於負荷嘛 所以小0 所以不會通過原點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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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通過原點 是不是這樣子 對 那不會通過原點的話 那你就知道它什麼時候 離原點最近 就是它速度等於0的時候 離原點最近 對吧 那你就說 我就令它等於0 第三小題 速度等於0 等於4t-4 你說t等d的時候 這個時候 離原點最近 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麼它的距離多少 那你可以把 那個 t等於帶進去 那你也可以代公式 4a分之4ac-mini-4ac 對吧 所以它的那個 s mini 就等於多少 4a分之4ac-mini-4ac 4a 那你如果要代小得塔的話 就是a分之小得塔 就變a分之小得塔 對吧 那就都記掉就好 對啊 你要記大得塔 不然還要調計量組 對啊 那 cái計大得塔 那這樣的話就4a 4a 4a 4x2 4ac 就是4ac-mini-4ac 這等於8分多差 8分之24,24-16 8,等於1 也就是說他時間等於1的時候 他比遠點最近是1 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話 然後再往看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的話 他說由0到4秒之平均速度及平均速率多少 那0到4秒的平均速度 這個很容易 0到4秒平均速度 這就位移 除以時間 位移的話就是 x4 -x0 他除以4秒 x4等於多少 x4我們帶一下 x4等於多少 這個時候就適合用中文書號 那你要用心算也可以 帶4嘛 對不對 對啊,把他帶進去就好了 你也可以用中文書號 用中文書號用4除 n 有講過 對不對 對 可以啦 對啊 好,那帶進去喔 2乘以多少 4416 乘4呢 乘以4啊 加3啊 所以這16加3多少 19吧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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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 3 2 3 2 3 4加3嗎 用4嘛 對不對 4加4嘛 4是16嘛 19啦 所以答案是一樣的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x4等於那個 那x0 我們剛剛已經加了等於3啦 所以這四分多少呢 x是19嘛 減3 所以四分之16 所以是4啦 這是平均速度啦 好 那平均速度的話 就需要考慮一下囉 平均速度的話 因為它有可能回頭嘛 對 剛剛的話我們不是說嗎 這樣去再回來嗎 是 好 那我們呢 我們知道它10個時候回頭 就時間等於1的時候回頭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時間等於0到時間等於1一斷了 這是負的 時間等於1到時間等於4一段的正等區 是不是 好 那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dataS嘛 除以dataT 那dataS等於多少呢 就是說 se 增加s0 0到1的話呢 是往左嘛 0到1往左 那加多少呢 1到4啊 這是往右嘛 是不是這樣呢 好 那se的話呢 多少se就帶1下去 se點多少呢 se起來在這裡啊 2-2-4加3 5-4 5-4 5-4是1嘛 4上剛剛已經知道了 在這裡啦 4上smini嘛 就是x1啦 3跟se是一樣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最接近那個圓點的這個距離的 4xmini嘛 這個s等於1的時候 好 那se是多少呢 這是1 1-s0 s0的話呢是3嘛 這是往左 加x帶4 4的話是19嘛 -se se的話 SUS是怎樣的 1嘛 對不對 嗯 好 所以這其實2 再加18 說20嘛 好 那20你把它帶進去 就是它的平均數率 20 它數以多少呢 Σd是4520 這樣沒問題吧 這是典型的立體 我們再來看第五小D 第五小D第五秒莫的加速度 因為它加速度的話 它的等��다速運動是4 所以待任的時刻加速度都是等到4 这样的疑似 没有疑吧